电梯和扶梯业者在疫情期间因为电梯安装工程暂停而生意下跌 电梯工会表示一些甚至面对大厦业主的施压 要求降低电梯维修费 令他们大叹吃不消 记者李嘉宜报道 人力不同劳资伙伴近期发布指引 呼吁大厦业主疫情期间定期保养电梯和扶梯 也不能因电梯业者或政府工资补贴 趁机要电梯业者减价 有电梯业者透露 有大厦业主施压若不减价将不续约 电梯工会表示双方需协商达成共识 电梯业者透露 许多电梯安装工程无法复工 因为部分客工未完成冠病检测 未获得建设取得批准 这显著影响生意额 员工额外住宿和伙食费等也带来成本压力 业者坦言政府资助帮助不少 但并非长远之际还得靠自身能力维持 如借助科技安装电梯感应器来探测异常 就能提前维修减少故障 为了继续保持一米的涉及距离 我们在电梯的城市里面设置 只让一般10个人的电梯里 只能允许4个人进入电梯 超过4个人的话 电梯将会产生一些名声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